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处心积虑想改造对方 但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 却发现往往事与愿违 日本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医生 90多岁的恒子奶奶 她在27岁那年 惊人介绍认识了耳鼻喉科医生中村三雄 中村对她一见钟情 恒子也觉得她人还不错 不久后恒子带着对幸福婚姻的向往 与中村结婚了 结婚后恒子才发现 丈夫是个嗜酒如命的人 不仅如此 每天下班后 她都会请朋友一起去喝酒 花光所有的工资 家里一点都指望不上她 恒子多次规劝丈夫 甚至以离婚来威胁她 但丈夫每次只是安分几天后 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反反复复很多次之后 恒子不再规劝丈夫 因为她感觉到自己是在白费力气 既浪费精力又浪费时间 还把自己折磨得精疲力尽 她觉得既然不能改变丈夫 不如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自从不再规劝丈夫后 她渐渐发现 丈夫其实还是有优点的 虽然她爱喝酒 但人品还不错 为人热情豪爽 做事有担当 虽然她爱花钱 但她内心很善良 经常帮助别人 从不计回报 慢慢的 两个人的感情逐渐好转了 就这样 几十年后 她用自己的经验和亲身经历 写出了畅销书 人间值得 横子奶奶在手中写道 不要试图通过改变他人来获得快乐 只是稍微做了些努力 就不要指望别人的想法和行动会发生改变 用尽千方百计 耗费几年或几十年想要改变他人 只会让自己陷入麻烦之中 千万不要试图去改变一个人 那样不但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还会让自己处在痛苦之中 无法自拔 常言道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人的习惯和性格 是从小养成的 想要改变 难上掐难 除非是他自己想要转变 否则 谁都无法做到 与其改变别人 不如尊重不同 文学大师林语堂与妻子 廖翠凤是很多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他们的幸福婚姻常常被人们津津乐道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恩爱夫妻 他们的生活习惯也是有很大差异的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 既不受对方干扰 又彼此恩爱的呢 廖翠凤是一位基督徒 他每天吃饭 睡觉 做祷告 都是有固定时间的 而林语堂喜欢写作 每天都会工作到很晚才睡 并且他还有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抽烟 而廖翠凤很讨厌烟味 林语堂为了不让烟味熏到妻子 又为让妻子能睡个好觉 他主动提出了分房睡 廖翠凤知道他的喜好和习惯 并没有横加干涉 而是尊重他的爱好 同意了他的提议 更何况 这样他自己也能踏踏实实地休息 就这样 两个人分房而睡了 但因为他们懂得尊重对方 不同于自己的习惯 所以他们的感情 不但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爱得越来越深 就像康德说的 我尊敬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 虽然有些我并不认可 但我可以尽可能地去理解 改变一个人很难 与其去改变别人 不如尊重彼此的不同 给各自留一些空间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三观 我们没必要强迫别人 去接受我们的观点 不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 接纳和尊重别人的生活 才是一个人最好的修养 改变自己是神 改变别人是神经病 在中国合伙人中有句台词 最大的骗子 其实是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总想着改变别人 而拒绝改变自己 而事实证明 最听我们话的人 其实是我们自己 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古时候 人们都是光着脚走路的 一天有一位国王 去乡间微服私房 结果路上有很多碎石 非常难走 国王的脚 被割得青一块 紫一块 疼痛难当 回到王宫后 国王觉得 不能让他的百姓 受这样的苦 于是他颁布了一道 充满善意 但很荒唐的旨意 把全国所有的道路 都铺上牛皮 然而事实是 就算把全国的牛都杀了 也铺不完所有的路 可是国王惊口欲言 谁也不敢阻止 大臣们只得哀声叹气 就在这时 有一位大臣站出来 对国王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与其劳师动众 牺牲那么多牛 您何不只是 用两小片牛皮 包住你的双脚呢 抑郁惊醒梦中人 国王觉得 这个主意非常不错 赶忙收回成命 立即采用了这个方法 从那以后 世上就有了皮鞋 当你遇到 无法改变的事情时 只要学会先改变自己 你会发现 有些事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很多问题 都会因你的变化 迎刃而解 一位大师 在大山中修炼几十年 终于炼成一山大法 有人好奇 上山想向他请教 拜他为师 大师 请问您是用怎样的神力 将大山移开的 我如何才能炼此神功呢 大师微笑着回答 炼此神功很简单 只要掌握一点就行了 那就是 山不过来 我就过去 释迦牟尼说过 降服百万大军 并不伟大 降服自己 才是世上最伟大的人 改变自己是神 改变别人 是神经病 世界上有很多 让我们难以接受的 人和事 如果用自己的想法 强行去转变 不但于事无补 反而会让事情 变得更糟 不如让自己 做个小小的改动 你会惊奇地发现 随着你的变化 你身边的人变了 你的世界变了 一切都变得 那么美好 成年人最大的自律 就是克制 改变他人的欲望 作家黄童 在《总有一次哭泣》 让人瞬间长大中写道 费力去改变别人 不如先试试 调整自己的心态 自己改变了 我们做事的方式 思考的逻辑 也会跟着改变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也会截然不同 改变 往往就会在我们 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 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 那样只会让自己 渐渐对生活 失去希望 与其想要改变别人 不如尊重别人的不同 这样才能做到 互相理解 彼此包容 成年人最大的自律 就是克制 改变他人的欲望 不是所有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不是所有人都与你三观一致 用自己的三观去劝诫别人 不但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还会惹来一身麻烦 虽然不能左右他人的想法 但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做好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好 才是一切变好的开始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